二十年前 我爸喝醉了跟人说漏嘴 说养鸡一年赚了二十万 没多久 整个养鸡厂的鸡都被堵死了 后来我爸在北京全款八千万买了房子 老家谁都没告诉 我爷爷奶奶都不知道 现在我爸早已经是身家几义的集团老总了 每次回家过年过节 都让我跟我妈陪着他装穷 年夜饭上 我裹着大棉袄 穿着棉托海 双手揣兜里 开始了女成副业的胡说八道文学 没想到 演过了 遇到一个熟人 我 顾总 他 沈总 然后我们相互捂住了对方的嘴 跟亲戚们胡说八道能有多爽 今年春节 我陪爸妈回老家爷爷奶奶奶过年 年夜饭 家里亲戚朋友都来了 一上来 就围着我问东问西 在我爸的嘴里 他是在北京一家公司当保安的 我妈是在另外一家公司当保洁的 于是 在他们的讨论中 我的前途 就在跟我爸当保安 和跟我妈当保洁之间来回摇摆 他们真的很关心我 三姑姑 听说你大学是在北大 我 什么北大 北京的大学 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 大伯母 毕业了有两年了吧 工作怎么样了 谈对象了吗 我 哪里找得到工作呀 现在大学生毕业就失业 哪敢找对象 我这条件 配得上谁 我就打算快三十了 找个离婚 有车有房 带孩子的 我堂姐说 哎哟 你小小年纪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后妈可不好当啊 要不 我让你堂姐夫给你物色物色 我 现在不着急 我上学那会儿有点大手大脚 还欠了十几万的信用卡和网贷呢 得还完了再考虑不是 我听说 我堂姐夫是大公司的管理层 要不先借我应应急 我的话 成功中指了亲戚们对我的询问 我爷爷奶奶更是把我爸骂了一顿 责问他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怎么能碰信用卡和网贷这种事情 让他快点想办法帮我解决 要不然一辈子可毁了 我爸气得拿眼睛瞪我 压低了嗓音 掐我的胳膊 老子让你藏富 没让你胡说八道啊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信不信老子回去搬掉去扫厕所 我大一就进他公司实习了 从基层学起 毕业之后直接任职 一步步往上爬 上个月已经被认定为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了 这么多年 为了他的公司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我还占着百分之十股份呢 他竟然想叫他亲闺女去扫厕所 我忍不住哭泣 眼泪啪啪啪啪的掉 爸 我不干保洁 我不想像我妈一样 平日里 食指不沾羊春水的我妈 听到这话 一时愣住了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哭天抹泪地抱住我 女儿啊 咱就是这个命啊 谁让你爸和我没本事 气氛都到这了 我爸高低的整几句 朝我爷爷奶奶道 爸 妈 孩子不懂事床货 我跟他妈嫌丢人 这几年我们就不回来过年了 你和我妈放心 我和秀芬会有力赚钱 争取三年之内把这些钱还上的 咱们老沈家的人 堂堂正正 不做欠钱不还的事 我爸是真能言啊 奥斯卡不给他发小惊人 那是奥祖委没有眼光 几句话 把我爷爷奶奶听得热血沸腾 我大伯二伯三姑四姑都来安慰他 望向我的眼神充满了谴责 这孩子咋正不懂事 面对亲戚长辈的口诛笔伐 我羞愧难当 起身抹着眼泪 哭着跑了出去 跑得面拖鞋 屁一屁一的 我走之前 兜里藏好几盒摔炮 打算找个没人的地方 自己一个人玩 没想到跑急了 迎面撞上一个人 我的脑门磕在了他的鼻子上 那人顿时闷哼一声 我吓了一跳 身子往后仰 正要摔倒 那人忍得痛服了我一把 路灯一照 我俩四目相对 都觉得分外眼熟 两人都脱口而出 顾总 沈总 意识到对方说了什么 我们慌里慌张的四下张望 捂住了对方的嘴 藏到了树后面 我看着眼前的男人 警惕地道 顾总 你怎么在这 不是跟你说过了 那笔订单 我已经打算里比较公司了吗 你追业务都追到这来了 这个男人叫顾云之 是我们公司最近一个项目洽谈的供应商 原本我是打算 把这笔订单给看公司的 因为它长得实在好看 算命的说 我今年红乱心动 我狠狠心动 但我约他下了班去吃饭 他竟然拒绝我 说家里有事 要早点回去 我狄子约人 我不要面子的吗 听说他刚刚才从国外回来 正自己创业 公司还在起步极端 很好 那就让他感受一下社会的闲恶 于是 那笔订单他自然而然的 没有拿到 这会看到我这么说 顾云之有些无奈的看着我 沈总 您误会了 贵公司不选择我们 自然有贵公司的道理 沈某不是喜欢纠缠不休的人 我是陪我爸回乡探亲的 我一愣 打量了一下他后差不多的打扮 有些不信任的问 探亲 你亲戚是谁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顾云之指了指离我一人不远的一户人家 朝我道 苏甲 我外公外婆 我妈去世的早 我外公外婆还有两个舅舅 觉得是我爸只顾着赚钱 不我妈和我才害死他的 所以都不许我爸过来拜年 我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长头发 笑起来特别温柔的阿姨 哦 你是素情依的儿子 那你外公外婆和你两个舅舅挺疼你妈的 然后 顾云之又道 今年我两个表弟毕业了 没找到工作 就说让我爸回来一趟 不是回刚才的话 直觉告诉我们 彼此身上都是有故事的 我们在对方眼中 看到了熊熊燃烧的八卦之火 打算深入交流探讨一下 为了不被人撞见 我们一起钻进了村子里的小树林里 聊开了才知道 我们竟然拥有相似的经历 只不过 我是陪我爸藏父 顾云之他妈 确实村里少有的大学生 当年为了跟他 和家里人都冒翻了 后来顾云之他爸赚钱了 给苏家又是盖楼 又是买车 还在城里给他们买的负面 但苏家该不让进家门 还不让进家门 逢年过节 只有顾云之他妈 苏苏情一个人回去 所以 我小时候只见过顾云之他妈 没见过顾云之和顾云之他爸爸 顾云之上小学的时候 他妈妈的癌症去世了 苏家就把事情 全怪在了顾云之他爸的头上 尽管顾云之他爸 给了苏家很多经济补偿 但苏家还是对他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而顾云之两个舅舅家的几个孩子 见了面 也各种趾高气扬地欺负顾云之 这也造成了顾云之小时候 性格有些自卑和内向 不太愿意跟妈妈这边的亲戚接触 因为每次他回来看外公外婆 他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 就说他爸爸的坏话 说他爸就是发达了 不想要他妈妈这个糟糠之妻 他妈妈才得癌症死的 还说他爸爸那么有钱 一定会给他找个后妈 再生个弟弟 到时候他什么都没有 更离谱的是 苏家人在顾云之他妈刚去世的时候 还叫了苏家的亲戚 去他顾家当保姆 说不放心 他爸一个人带孩子 顾云之他爸想的都是亲戚 知根知底的 就同意了 没想到那个保姆 半夜竟然爬他爸的床 什么了才知道 是他两个舅舅之时的 说怕他爸找了外面的女人 顾家的家产归了外人 他爸对他妈是真爱 为了争口气 正多年一直单身 没有续闲 把心思全部花在养儿子 和做生意上 但这番折腾下来 顾云之的心理阴影面积 可太大了 好在他学习好 高考那会儿 提前申请了国外的大学 被录取了 没有参加国内的高考 出过去了 他爸自己是个土搭款 他妈又死了早 苏家人理所当然认为 顾云之是个学诈 因为他没参加高考就出国了 苏家那些亲戚 一直觉得 是因为他考不上国内的大学 他爸才花钱 把他送到国外去的 他不在的这几年 村里人从苏家人口中听说之后 都说他是个不学无数的代家子 命好有个土豪爹 考不上大学 还花几百万送出国去镀金 什么海归 分明是海归 说的时候 一个个可心疼 搞得好像那几百万 花的是他们的钱 这次回来 顾云之他爸就让他藏桌 装什么都不会 什么跟他们多解释 顾云之说完这些 顾云之眼巴巴的看着我 你呢 我当然是想报告这个小可怜 我 我爸单纯 是因为二十年前开养技场赚了钱 被村里不知道哪个红眼病 把养技场的鸡犬堵死了 所以他说 才不可露白 我现在就是 三流大学毕业 信用卡和网贷欠了十几万 还没工作的代业青年 你别对我说漏了 顾云之 顾云之简直不敢相信 在他说了 自己从小到大 宛若小白菜的可怜遭遇之后 我的故事两句话就说完了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顾云之紧紧地盯着我 仿佛我要是不多说两句出来 就是无情无义 无理取闹 我只能掏出一把瓜子 开在他手心里 压低了声音告诉他 我爸说 他怀疑氧气场的炉 是你二救下的 我的话 成功地让顾云之 终止了我们之间的密谈 不说了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笑了 别呀 再掰扯掰扯 顾云之赶紧插开话题 沈总爸晚上一个人 跑出来是干嘛呀 我这才想起来 我是来玩摔炮的呀 而且是从我堂哥 他儿子那顺来的 当即分了一盒给顾云之 诺 摔炮玩过吗 顾云之眼底 闪过一丝轻蔑 这谁没玩过 但这是小孩子玩的呀 你不觉得幼稚吗 我 对于小孩子来说 可能会觉得幼稚 但对我这种成年人来说 刚刚好 说着 往他身上摔了一颗 摔炮啪 地下炸开了 顾云之愣了一下 我见他发愣 又摔了他几颗 上次不肯跟我吃饭 摔他几颗出气 此处应有反拍歪嘴笑 得不到 就毁掉他 哈哈哈哈 顾云之这才反应过来 想报复我 往我身上砸 但我哪能给他这个机会 趁他动手之前 扭头就跑甩着我的棉托骸 皮皮爱地跑了 还特别欠揍地刺激他 来追我呀 追不着这一遍说 还一遍拿摔炮攻击他 这东西碰到东西就炸 砸到他身上 我肯定高兴 落地上也能吓他一跳 顾云之也追着攻击我 但我伸手灵活 他摔不着 不一会儿就暴头鼠窜了 停停停 停站 我没弹药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 我一共顺了三盒 撕了他一盒 我还有两盒 现在他被用完了 我的却还有 我站定脚步 插腰狂笑 唉 正到我笑得得意 就像旁边不知道 什么时候跑过来一个小孩 手上拿着个加特林造型的烟花 小孩边跑 那枪口还哒哒哒 往外冒烂火 我眼睛顿时发直 一下子我羡慕坏了 顾云之见我愣愣地 看着小孩手上的烟花 忍不住扑吃一下 笑撤声 起身走到我身边 拽着我的袖子 走 我困惑 干嘛 顾云之带你去买 虽然我已经是一个 两百八十多个月的孩子了 但谁能拒绝 有人给自己买烟花玩啊 而且那个人 还长得特别好看 我当即答应 顾总 我不接受私下贿赂的 顾云之的手指 一下抵住了我的唇半 低声贴在我耳边道 噓 不是说好了 不叫这个的吗 你叫我顾云之就行了 沈总怎么称呼 我嘴角疯狂上扬 趁机也捏一把她的嘴唇 软软的 真好捏叫我沈轩 被我捏成小鸡嘴的顾云之 含糊不清的说 嗯 好的 你松手 顾云之带我去买了很多烟花 有加特林样式 哒哒哒冒烂火的 有那种手持的 仙女棒样式 还有 白鱼白鱼往外吐泡泡的 老板号称 一秒一千个泡泡 我们满怀期待 结果真的一秒一千个泡泡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我就这 就这 老板 你这涉嫌虚假宣传啊 老板揣着手 乐呵呵的看着我 你就说 是不是一秒一千个泡泡吧 视觉上感觉是有这么多 一秒就没了 我还能数吗 老板又给我们拿了一把 没事 慢慢放 慢慢数 然后对顾云之道 那谁 你是他对象吧 快给钱 顾云之红着脸付钱 我敏锐的发现 他没有反驳 于是 感觉被坑了我们 又被塞了一把烟花 跑空地上数泡泡去了 这时候 刚才玩家特林的小孩 又从我们边上路过了 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叔叔阿姨 你们拍张照 在数照片上的不就行了吗 我 顾云之 小朋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 叔叔阿姨就是闲得无聊呢 大龄未婚单身男女的路数 你不懂 那天晚上 我和顾云之放了很久的烟花 主要是因为老板塞的太多 我也有点舍不得他 放完了 我们就各自回家 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 全家人起来的大早 说要出去拜年 没想到 我堂哥儿子一看到我 就大声让着举报了 姑姑昨天偷了我的摔炮 偷了三盒 哎呀 如此尴尬 我当即挡住脸 小生对小唐智说 你有证据吗 人证呢 物证呢 唐智嚷嚷的更大声了 梁续续都看见了 他昨天看到你玩我的摔炮了 还跟 还跟顾云之叔叔一起钻小树林 卧槽 梁续续又是谁 这会儿 一个全身运动风格 小头发往后倒 说得赠光瓦亮的小孩走了过来 看样子也是打扮好了 要去扮演的 就是昨天晚上 玩家特林烟花的小孩 目证没有 但有人证 用大人们的话就是 小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于是我给唐智买了一大盒摔炮 当做赔偿 但我赔都赔了 这事儿却没玩 我爷爷奶奶带着我大伯二伯 还有三姑父 杀到苏家去了 要顾云之 对于昨天晚上 跟我钻小树林的事情 给出交代 顾云之看着我 我看着顾云之 在他家亲戚朋友几十双眼睛 和我家亲戚朋友 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 看到了彼此额头的冷汗 我爸小生问我 女儿 这怎么回事啊 我原本想说 就是刚好遇到 一起放了一烟花 但农村这种地方 传话可快了 我们俩都有隐藏身份 不能公开 理论上我们不可能认识 万一我这么说了 人家传我们老沈家闺女不规矩 才见人家一面 就跟人钻小树林 那我多给面子 想了想 只能洋装羞红了脸 用肩膀撞顾云之一下 就 相中他了 我觉得 顾云之挺好的 我的话 让顾云之愣在当场 随即眼神有些闪躲 错开了视线 但我敏锐地觉察到 他的耳朵尖尖好像红了 哟 还是个纯情少年 那我不能显得太梦了 免得把他吓跑了 我压低声音 一本正经地凑过去 告诉他 全意之计 顾云之呆了呆 眼底的光 不知道怎么就暗了下去 哦 这怎么看得有点失望了 顾云之呆不会 也相中我了吧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顾云之他爸可是痴情种 看在他家祖传痴情的份上 我也不能放过他 我一个霸道女总裁 能有今天的成就 肯定不是磨磨叽叽的人 直求女孩 最擅长的就是抓住机遇 然后买票上车 我 你要当真 也行 然后顾云之的眼神 果然刷了一下就亮了 小样 还拿捏不了你了 顾云之拉着我 转了个方向 开心地跟我说 那 那我现在就开始追求你 我撞了一下他肩膀 嗨 都这么熟了 追求啥 直接触呗 等会儿咱俩开溜 找个地方喝喝咖啡 看看电影啥的 顾云之身以为然 都听萱萱你的 我说 叫啥萱萱 千万了不是 顾云之真的看起来 有些单纯的清澈眼眸问我 那叫什么 我 叫老婆 我俩正聊着呢 突然感到身后一股杀气 转头一看 我爸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我们身后 被眼神死死的盯着顾云之 拳头握得死紧 眼看着 砂锅大的拳头 就要往顾云之脸上招呼 我立刻抱住我爸 扯着嗓子好开了 爸 爸 我和顾云之是真心相爱的 顾云之也在一边搭枪 对 叔叔 我会对沈轩好的 我爸不知道顾家的情况 你一个不学无数的败家子 哪里配得上我女儿 你对她好 你拿什么对她好 我妈在一边捅了我爸一下 指了指顾云之他爸 这小子他爸 是那个某某集团的老总 家里几十个亿 就一个儿子 他爸连个后老伴都没有 我爸声音猛然小了下去 似乎意识到 自己高材对顾云之说话 有点大声了 啊 那也不行 这 不般配啊 虽然顾云之他爸有钱 但在我爸眼里 我是学霸高材生 还是他公司的顶梁柱 未来集团唯一的继承人啊 顾云之一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肯定是不行的 他话还没说完 我家亲戚率先出来拆台了 就女家闺女的德行 还嫌弃别人 大学毕业两年了 还没找到工作 在家很老 还欠了十几万的网贷和信用卡 顾家儿子能看上他 就偷着乐吧 我爸这才意识到 我在村里的人设不太好 说不出什么嫌弃顾云之的话 在顾云之他爸心里 顾云之也是他的小宝贝啊 听到我是这样的人 当即也有些不同意 看到他爸的表情 顾云之赶紧把他爸 拉到一边解释去了 我也拉着我爸妈解释了一遍 两家父母这才明白 感情我们都是装的 我爸和顾云之他爸握手言和 相见恨满 不得不说 顾云之的土豪爸爸 是懂人情事故的 在我们两家通乱戏之后 自己演上了 他走到人群中 清了清嗓子 就我们俩的事情 提出了解决方案 孩子也不小了 是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了 既然我儿子相中了 我这个当爸的 也不说什么 老沈家的 我不嫌你家穷 你家也嫌我家父 你闺女欠的那十几万外债 我替他还了 在另外给十八万八的彩礼 五金首饰 外加现成一套房 还有一辆代步车 也给他们小两口使用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你闺女嫁给我儿子 我这个做爸的 绝对不会让他受委屈 你们觉得怎样 要是同意呢 咱们正月里 就把婚事定下来 要是觉得不够 还可以在家 十八万八的彩礼 在我们村里 算中等水平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但我妈听了 拧着嘴 笑成震动模式 她是没过不苦日子的 千金大小级出身 这点钱 买她柜子里 一个包都买不起 村里人都说 她让这么明白 是李公公 我的命是真好 我爸一看 好名声都让顾云知 他爸的了 他是不服气的 当即到 彩礼的事情就中定了 我和孩子 他妈这些年 也存了点钱 陪价八万八的 现金做嫁妆 别让人说 我们老沈家卖闺女 我妈连连点头 对对对 还在她爸说的对 于是我和顾云知的婚事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就这么定下了 村里人对我们的议论 嫌弃之中 带着点吃不着 葡萄说葡萄酸的嫉妒 我和顾云知 揣着花生瓜子 躲起来偷听 就见村口两个大姨 在说我俩的闲话 哎呀 老沈家总负青年了 老苏他外孙 怎么就看上沈家孙女了呢 嘿嘿 就看上我了 你气吧 是啊 这么大的人了 也不找工作 有手好闲的 不就是长得好看点吗 嘿嘿 就是长得好看 你嫉妒吧 老沈他儿子 怎么这样啊 小时候 他跟我小孙女玩得挺好的呀 我还想着撮合撮合他俩呢 我文言 立刻转头 望向身旁的顾云知 眼底杀气腾腾 嗯 顾云知立刻抱住我 脸凑过来贴贴老婆老婆 他瞎说的 他小孙女小时候 最喜欢抢我的零食 我才不喜欢他 我表情这才缓和了一些 虽然说闲话的人有 但替我们开心的也不少 在他们看来 我们俩的结合 是两个废物的在利用 我嫁给顾云知 对我爸妈来说 是嫁祸于人 对于顾云知他爸来说 是下乡扶贫 还钱式的儿女债 正月里 我们就订了婚 顾云知他爸的18万八的彩礼 都把我爸卡上了 这婚事 是在亲朋好友 祖宗长辈面前定下的 是不能乱来的 顾云知他爸表面上 对我的学历出身不太满意 被弟弟紧紧握住我的手 开心极了 萱萱 你是个好孩子 可不能学我家那个臭小子 我们顾家若大的家业 他不继承 竟然跑出去自己创业 现在有了你 我也就放心了 听说你爸的公司 现在是你在打理 嗯 多富没别的意思 就是觉得挺好的 这算盘珠子打的 我在外太空都听到了 我十分怀疑 我要是嫁给顾云知 不仅要继承我爸的家业 还得继承他爸的家业 我跟顾云知说 这样不行 家业太多了也麻烦 咱们以后得至少生两个孩子 一个继承我家的 一个继承你家的 顾云知羞红了脸 问我能不能生三个 我的公司也需要继承人 你那个公司规模太小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倒闭了 谈继承人还太早 感觉有被冒犯的顾云知 年假结束 我跟我爸妈 还有顾云知回北京上班了 我爸妈可开心了 挽着手在前面走 边走边聊天 我爸 今年这年过得可以啊 白捡一个女婿 我妈 我爸是懂安慰人的 老顾 火气别这么大 再过几年都退休啊 到时候搬过来 一起带孙子孙女 一样的 顾云知他爸这才开心了 我和我爸平时工作很忙 顾云知的工作 正在起步创业阶段 也很忙 唯有我妈 天天清闲 于是热衷于游走在 两家公司三间办公室之间 送汤 刚开始 我和顾云知 只有中卧才有空见面 平时也就发个信息 打电话什么的 时间一长 我就受不了了 这恋爱谈得没劲 顾云知一本正经的 纠正我的说辞 沈总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咱们不是在谈恋爱 我们订婚了 现在我们的身份是未婚夫妻 并且向我展示了一下 他手上的订婚戒指 嗯 这个小气的男人 又生气了 我点了点头 手脱下巴 洋装沉思 嗯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 未婚夫妻吗 又不算真夫妻 然后在顾云知炸毛之前 我成功转移了话题 要不 你搬过来住吧 顾云知顿时愣住 随即有些害羞起来 你 你说什么呢 哎哟 多出大半年了 还这么害羞 我勾住他的脖子 把一串钥匙放在了他手心里 歪嘴一笑 我在公司附近有套大平层 你愿意做他的男主人吗 顾云知 沈总 你能不说的 好像是包养我一样吗 我挑起他的下巴 说别叫沈总 叫我老婆大人 顾云知 好的沈总 我 叫我老婆大人 顾云知迫于我的淫威 搬到了我的大平层里 搬来之前 我们约法三章 一人一间屋子 平时家里的开销 打扫卫生 洗衣服做饭 都一人一半 等他搬进来之后 我露出了真面目 开玩笑 一人一屋 瞧不起谁呢 顾云知被我按在床上亲 羞涩地拿手 欲去怀迎地推散着我 不行 我们还没结婚呢 我 真麻烦 男人你是在 跟我讨要名分吗 顾云知 我是在提醒你 咱们是不是该找个时间 去把证领了 我瞪他 你求婚了吗 你就想领证 顾云知也愣住了 二这 我以为是你要求 呵 男人 我承认 我这个人平时是强势了一点 不过结婚这种事情 哪有女方求婚的 但看到顾云知那双 略显单纯的小鹿眼 我叹了口气 搂住他道 行行行 谁还是个小工具了 我宠你 我给你求婚 行了吧 你喜欢红玫瑰 白玫瑰 香槟玫瑰 还是蓝色妖姬 哎你这首剪我玩玩 我看看戒指尺寸变了没有 顾云知羞答答 欲据还迎 和我省略三万五千个字 我和顾云知领了证 她成了我们家的女婿 因为她看起来比较乖巧 我爸妈可喜欢她了 对她比对我还好 由于我们家的人都比较忙 所以婚礼的事情 我们打算慢慢筹划 看什么时候大家都有空再办 没想到第二年过年前 我爷爷奶奶就从乡下打电话过来了 说都订婚一年了 再不办婚礼 要被人看笑话 顾云知他爸那么有钱 可不能让他家跑了 于是我妈心心念念的豪门世纪盛大婚礼 只能回老家农村办了 我妈一百个不乐意 我妈那边长辈多 孩子少 我外公外婆都盼着我婚礼 在他们那边呢 知道这个消息 连夜要打飞的来 还是我爸说 在老家办一场 去我妈娘家再办一场 我妈这才高兴 婚礼上 除了礼服是我们自己准备的 其他的 都是我爷爷奶奶 还有叔叔伯伯们张罗的 我爸十分感动 私底下对我说 女儿 你觉得爸爸是不是不应该瞒着他们 要不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啊 没想到 一转头 我大伯母就把我爸叫过去 告诉他 这次给你家女儿办婚礼 咱们家垫了不少 这钱本来就该你们自己出的 但你们家不在 我跟你哥就先垫了 言下之意 让我爸给钱 我爸有些发猛 嫂子 你们花了多少啊 我大伯母张口就要 二十万 我爸心底刚升起的热泻 瞬间透新凉 就我大伯母准备的这行面 算上烟酒 也到不了一千块钱一桌 这里加起来还不到三十桌 怎么算 也算不到二十万啊 而且 二十万这个词 是我爸心里一个坎 他听过的这个 我大伯母看我爸面露蓝色 朝他使了眼色 老三 你什么意思 我爸说 我和秀芬的钱 都给女儿当嫁妆了呀 大伯母翻了个白眼 你亲家那么有钱 二十万多吗 你们没有 问你亲家公要啊 那顾云知他爸这个亲家公 当的属实有点冤枉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刚进村 就穿着大棉袄 跟村口大姨打听了 我堂弟在外面搞大的别人的肚子 女方家要求彩礼二十万 不给就摆着孩子分手 我大伯母带那个女孩去照顾了 说是个男孩 他的大胖孙子 他可不能放弃 不过他要抱孙子 欺负我爸干嘛 虽然我爸不可能给人欺负了去 我凑过去道 大伯母说的是 酒席前我们自然是要出的 您拿发票 该好公章那种 我让我公公您报销 我大伯母听到我要发票 还得该公章那种 顿时不乐意了 大人说话 你小孩子插什么嘴 我笑笑 爷爷奶奶说了 我这婚事是大伯父和你要张罗的 我小孩子的婚事 您做长辈的插什么手 我爸嫁我 还往外贴嫁妆呢 您怎么还想要往回楼呢 我大伯母听到我这话 瞬间不乐意了 你这孩子 怎么胳膊肘像歪拐呢 我跟你大伯这么做 还不是因为你大妈没出息 看你没面子 顾家看轻了你 你现在嫁有钱人家 翅膀硬了 想飞了是吧 这下我真的要笑了 哎呦喂 不带这么拉彩的吧 我爸妈有没有出息 我有没有面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家穷死 也没借过你家一分钱 没吃你家一口淡米饭吧 想要钱 拿发票来 然后拽我爸就走了 我爸看我把话说得这么绝 有些犹豫 酒席的钱 咱们真不给啊 我 您信不信 这钱他们压根没出 是问爷爷奶奶要的 我爸心里那点愧疚 瞬间荡然无损 对我道 走 闺女 收红包去 这钱可不能便宜了你大伯他们 我爸婚礼红包收了十来万 问我爷爷奶奶半酒席花了多少 我爷爷奶奶刚开始还支支吾吾吾的 看我爸是真生气 才说了 我爸爸从小就当冤大头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红包 晚上睡觉的时候 坐在床上拆开来数 开心极了 我哄他 乖 老婆帮你存账 等你长大了再给你 顾云芝拿眼睛自我 我还能长吗 你别想蒙我 你就想拿我的红包 自己买摔炮玩 哦 被他发现了 我 那你得承认摔炮是真好玩 我原以为 我们演技如此精湛 是不可能会被发现的了 没想到 拜年的时候 顾云芝有个远房表弟 带了个海龟女朋友回来 年纪轻轻年收入三十万 再看看你 那个远房表弟也打娶我 表嫂 我女朋友是男家大毕业的 金融学硕士 你呢 我三公不知道 出于什么心思脱口而出 哦 我们家萱萱 好像是那个五道口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 她的话一出口 听不懂得都笑了 顾云芝她表弟却没有笑 而她的海龟女朋友 正在疯狂地拽她 并且一脸为难地 朝我和顾云芝低头致歉 沈总 顾总 真是不好意思 我看着姑娘 确实优秀 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难怪认识我和顾云芝 我上去搂住她的肩膀 笑着道 哟 赵雪呀 这妖巧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么蛮皮 然后朝中人解释道 我们是高中同学 我们那时候班里人都这么叫 是吧 赵总 我可是赵雪她领导 赵雪敢不配合吗 跟着我打去 是 我是赵总 你是沈总 他是顾总 我男朋友是李总 顾云芝她远房表弟想反驳 被赵雪瞪了一下 压低了嗓音道 我也可以没有男朋友 他表弟瞬间闭上了嘴 跟我们一起闹着玩 年假之后 我们全家人 就都离开了我爸的老家 因为我和大伯母吵架 闹得挺尴尬的 我们也有理由不回去过年 逢年过节的 我都是让顾云芝出面 给我爷爷爷来打点钱 后来听说我堂弟女朋友 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我堂弟的 我大伯母却给了他家20万彩礼 我堂弟需要钱 两人打了起来 把女方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 两家还对不公堂 成了十里八乡一桩谈资 至于我和顾云芝 自打我们被紧离乡之后 家乡就没有紧了